2023年是乔务动能全面复苏的一年 特别感谢乔界领袖在议后期间的重要贡献 包括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 即超过4000名乔胞反国参与国庆活动 台湾议后获得国际肯定 增强乔胞对中华民国台湾的自豪感 乔务委员会将持续沟通乔界 推广台湾优势 并结合政府资源 服务桥界 本年度十大工作亮点 凸显我们的努力和未来乔务工作的目标方向 第十 智能乔务服务正式上线 打破时间空间疆域提供即时服务 为实现智慧国家方案 乔委会推进智能乔委会概念 111年起推出数位i乔卡 提供跨境云端服务 SCA升级服务与联系功能 并严格保护各资 为乔包提供精准服务 此外 乔务智能客服系统 于9月18日上线 提供24小时服务 第九 协辅乔台商因应净零碳排趋势 规划多元活动提前部署商机 为达成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 乔委会汇集ESG资讯和安排专家宣讲 本年更首次举办乔台商产业净零排放研习班 此外 进行海外乔台商企业产业升级调查计划 了解企业面临困难 并计划续办服务 以支援企业到达2050净零转型目标 第八 规划118条国庆多元旅游路线 吸手乔包促进观光 为欢迎海外乔包回国参加国庆活动 并配合振兴役后观光 乔委会今年特别为返国乔包 规划了118条全台旅游路线 涵盖北、中、南、东及离岛 让乔包参访台湾各地 了解乔后的社会发展和亮眼表现 总计超过2300名乔包报名参加 参与度超越疫情前 显示了台湾观光产业的复苏活力 第七 美食国际巡回讲座 九条路线全球票箱 美食外交走向世界 乔委会今年持续推动台湾美食国际巡回讲座 总计办理九条路线 巡回全球20个国家、57个地区 透过与海外乔团和台商合作 举办超过百场活动 包含厨艺互动示范教学 大型美食饗宴或嘉年华等 活动邀请海外各地主流社会人士和乔包参与 增进台湾与各国餐饮专业人士和学校互动 展现台湾美食软实力 第六 恢复赴海外文化房研65场次 通沛底蕴向世界行销台湾 随着全球疫情舒缓 乔委会今年重启文化访问团 赴全球六大洲15国演出65场 吸引超过10万观众 此外 本会结合海外华语文学习深耕计划 邀请遇300名华语文学习中心学员观赏演出 并适时结合台湾美食国际巡回专案 及美食园游会 展现台湾多元的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第五 创建顶尖集结出乔生奖学金 全球尽才吸引来台升学 为尽足国际人才 乔委会推出奖励顶尖集结出乔生来台就读的奖学金 顶尖乔生奖学金每学年26万元 4年总计104万元 杰出乔生则美学年10万元 4年总计40万元 此外 本会与大专校院合作提供联名奖学金 顶尖类美学年13万元 杰出类美学年5万元 鼓励更多海外乔青回国就学 为台湾培养优秀尖端人才 第四 推动侨界青年培育交流计划 铺设侨设未来发展的基石 第三 全球青年志工齐聚台湾 海外英语服务营拉近世界距离 为推动2030双语政策 乔委会今年办理2023年海外青年英语服务营 邀请来自23国的623名海外青年来台服务 他们在94所学校教学 包括国小、国中和特色学校 提升国内学生英语能力及国际视野 此活动自2006年开始 已有超过6000名海外乔青参与 服务超过4万名学童 第二 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持续生根 以台湾特色接轨世界 随着欧美地区学习华语的人数增加 台美双方启动台美教育倡议 深化华语文教学合作 本会推动海外华语文学习生根计划 至今已在美国及欧洲地区 设立66所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 这些中心展现台湾特色 致力将台湾的优质华语文教育 推向国际市场 第一 产西乔生专班招生历史新高 全力扩大培育及流用人才 乔委会今年持续推进乔生培育与流用 配合国家人口移民政策 透过培育生源 扩大招生 在学辅导 就业辅导等四大工作面向 我们取得显著成效 产学合作 乔生专班报名人数自2018年1711人 今年成长至4512人 成长幅度超过2.5倍 这些专班结合国内产业需求 并跨部会合作优化流台政策 扩大提供乔青来台就学及就业机会 经历2023年全面复苏 乔委会将继续精进 坚持服务乔届 向世界推广台湾 期待新的一年我们继续携手乔包 打造更多成就 共创台湾美好未来